OK 朋友们聊鞋时间 今天我们聊一双我买了快一个月的鞋 就是手上这双 登登 Bonday Bar Hoka Oni Oni的 然后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在拍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 本来月底是要有一个考试的 然后就没时间 准备复习就没时间拍节目 然后考试取消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原因 另一个就是我本来想穿的一个月在拍的 后来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健身房一直关着 所以我就只穿了半个月 所以首先声明就是 这双鞋子的分享体验是 不到一个月的一个业余跑者的实穿体验 Bonday系列是Hoka Oni Oni 它旗下的一个主打缓震的一个支线 然后已经出到了第八代 然后Bonday它是Bonday 是澳洲的一个海滩 那这个海滩就是以这个沙子很细 然后你脚踩上去非常松软的那种质地而闻名 Bonday这个系列就主打缓震和舒适 夏季跑鞋里面还有一个卖的比较好 就是克里夫顿系列 克里夫顿就比较偏轻量化 然后这个是比较偏缓震 它们的取向有略微的不同 这个鞋子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中底 非常的亮 然后非常的厚 然后非常的有辨识度 然后健身房的那个卖卡的 见了都说 哎呀买了双新鞋呀 就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然后呢 这个鞋子的中底其实看起来 特别像耐克早年十几年前的 那个LUNA系列的那个中底 就像拿放大镜看那个LUNA中底的感觉一样 这种非常肥大的中底 它的科技呢 其实Hoka官方也没有怎么终点宣传 它甚至没有提到中底是用了什么EVA 或者什么超灵界法炮 EVA三个字你都看不到 在它的官方介绍里 所以这个中底其实会很轻 就是你踮起来的话 你会觉得整个鞋子重量在鞋面 而不是在中底 看今年的算是流行趋势吧 你去看LV 或者看Dior的新款 那都是做的那种很chunky 很肥肥大大的那种鞋 包括咱们国产很多这几年 不是这几年 就今年 这几个月 火了那些鞋 全肥肥大大的那种风格 那这种风格呢 其实四五年前 我觉得算是 把它走向大众化 走向市场的就是Hoka的鞋 这一类型鞋子里面 脚感和重量控制的最好的 我觉得这也是 更多人喜欢穿它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穿惯了皮鞋的潮流 人是在穿这样的鞋子 就 就很舒服 我这样点 可学不可学 会不会 这不写了个W315 就是重量315克 顶端往这边看的话 其实鞋子两侧 这个中底的黄色 你能看得一清二楚 就是整个鞋面 其实它这次是有做窄的 做窄的 所以 就是如果你的脚比较宽 或者是 就算是我的脚型比较正常 你也会觉得就是鞋面 它有点太窄了 就是会包裹的你有点 完全没有活动空间 这种感觉 好在这双鞋子 它是有出一个宽楦的版本 我觉得宽楦的版本 可能会穿起来更舒服一点 当然8代呢 它有它的亮点 就是它用了植物纤维的 这么一个工程网布面料 然后呢 也是为了助力环保 但是呢 它的偷窄性 其实我是觉得 比上一代的那种 普通的工程网布 大网眼的面料 要来的偷窄性 差那么一点点 到底是买七代还是八代 我觉得主要的就是看鞋面 哪个鞋面更适合你 那鞋底的话 那当然是八代的鞋底 会更舒服 也会更柔软一点 它的鞋带孔不是很多 只有六个 但是它的阻尼 每一个扣都非常的大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就是这样在跑步的过程中 就没有松鞋带的困扰 鞋子的鞋帮高度 其实是比较的低的 就是你整个脚踝骨 可以完全漏在外面 所以就是说灵活性会很好 然后鞋底的话 是做了一个 从鞋头到后跟的 这么一个全掌橡胶 然后呢 它是有做这样的镂空处理 然后这个鞋子的中底的重量 做得更轻一点 鞋子的宽度 非常非常的宽 就是你这么看 感觉是一双 一双巴黎世家的鞋 所以经常会有时观众说 我200斤 我买什么鞋 或者250斤 买什么鞋 那其实这双鞋子的 不管是缓震性上 还是整个鞋子 踩在地面上的那种稳定度来说 这双鞋都非常适合你 然后呢 这双鞋呢 在美国也经过了IPMA 就是美国足部医学会的认证 可以更好的减少疲劳 和缓解运动损伤 这双鞋的定位是怎样呢 我觉得它更加适合 轻松跑或者恢复运动 就是你经历了一个 非常长距离的训练 或者一个很 你知道 hardcore的一个 很强的那个运动之后呢 这双鞋子就非常适合 你做恢复性训练来着用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 不管是你日常的行该来穿 还是就是公园里跑跑步 或者就是像我这样的业余跑者 对这个距离 包括对速度的要求 不高的跑者来说的话 这双鞋子都是适合 我们大多数老百姓的 这么一个选择 然后关于颜色的话 因为一般首发配色的话 它都会做一个 就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颜色 比如说这双鞋 一看就是Bonday 巴的首发配色 但是呢 后面它会出很多 各种各样的颜色 就目前来说 市场上比如说 我买这双鞋的时候还没出 但现在有了 比如说全黑的配色 黑五世 更百搭 或者说那个 鲨鱼灰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选择会很多 而且经销商已经开折扣了 就这双鞋的价格应该是900左右 就是75折左右 就可以拿得到 后面给大家拍一集 夏天推荐的十双鞋 这双鞋子我提前预告 它就是排第一的那一双了 好吧 因为我觉得它从 运动角度 日常角度 还有外观来说 都是非常高标准的一个存在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自己想办法去购买吧